佛法了 真理 理 四十真相 要透彻 不透彻 那么小小一点灾难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心慌意乱 这个伤害太大了 真正搞透彻之后 别说这些传言 四十百在面前 你也不惊不布 如如不动 你没有妄念 没有烦恼 没有恐怖 你有智慧 智慧就知道怎样处理 怎样把眼前的灾难给化解 能不能化解呢 没有化不解 化解不了的灾难 问题 你有没有定力 你有没有智慧 你只要有这两样东西 问题肯定解决了 这两样东西 定力是修行人的功夫 智慧 智慧 是信德之宝 从哪里生的 从定中生的 他不是学来的 释迦牟尼佛 在华音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 我们有德相 所以那个德能 从智慧当中产生的能力 向好都是自信本有的 怎么不能解决问题 哪有这种道理呢 不但地球上的灾难 能解决 太空当中 星系的灾难 都能解决 太阳系出了问题了 银河系出了问题了 都能解决 没有不能解决的 法身菩萨看这些事情 这平常是小事 我们也想学这套本事 实在讲 佛法教学 就是教我们这套本事 这个本事 就是我们修学的功夫 修到法身菩萨 刚才说了 星系出了毛病 你有办法解决的 没这么大的能力 小小一点功夫 那解决我们自身的安全 解决我们家庭 我们居住的这个社会 这个地区 这就太容易了 轻而易举 用什么方法呢 讲经教学 有效 讲经教学 帮助人救 帮助人了解 现前四世真相 只要我们不迷 只要我们放下 分别执着 我们身心 恢复正常的 健康的 我们居住这环境的时候 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 他也要恢复正常 我们中国艳语所说的 富人居富地 先要把自己恢复到 造罪业了 不造罪业了 修福 我们这个地区人人都修福 个个都是有福报的人 这个居住的环境 当然有福了 所以说 近随心转 风水跟着人心转 你明白吗 风水家常常说的两句话 已经明白 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风水家怎么说呢 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这个地方风水不好 这有福的人住在这里 三年 全变好了 这个地方风水保地 人心不好 他住在这个地方三年之后 风水就坏了 这是风水家讲的 不是假话了 跟佛法里面讲的 近随心转 是一个道理 近随居住环境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 自然灾害通通灭出 没有别的 修福 人人都修福 修善 修福 问题就发现 我们下期望 并非 我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